哈喽W220的车友们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呢要跟大家做安装分享的车款呢 是宾式的W220 那这款车呢我们在俱乐部里面 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 那也很谢谢啦 因为有很多的车友呢 有一直帮我们介绍 或者是说店家 甚至是一些中古车行 毕竟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台车大概有十来年的年份的车龄 所以在避震器的气压的 避震器上很多都已经寿命 已经差不多到了 都应该要进入第二轮 或者是第三轮的维修周期 那像这一位的车主呢 它的气压呢 大概在最近三年里面 已经维修过两遍了 那分别昨天的状况是 右边的前面还有右边的后面呢 气囊的状况已经不好了 已经有测试的倾斜幅度 已经相当大了 所以这一次就选择呢 维修成KT弹簧式的避震器 那很多的车友会比较质疑的部分是 弹簧式的避震器 跟这种原厂气压式的避震器的 舒适度的差异 大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落差的程度 那其实KT都有实测呢 提供给大家来做试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原厂拆下来的气压避震器 好这个是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 比较长的呢 这个是后面的避震器 像这个车友的话 它维修的还有这里 还有写上一个年份 105年6月2号才更换 那也又撑不了大概几年之后 又要再做一次维修 那正常来说 一般来说它维修的 都是以单纯从气囊的结构 漏气的部分来做维修 那像这个像这一支的筒心部分的话 也已经做损坏了 这个是前面损坏的状况还蛮严重 而且有一个漏油的状况了 所以KT的话呢 它这些零件就都没有在做沿用 譬如说上座的部分 或者是这些零件 全部都是做我们都有做专用的规格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安装的部分 像这个有一些 这个是气压专用的 电路控制线组 这个都要拆除的 在避震器的上方呢 这里有一个管路 这些管路的话 就是充气跟排气的一个管路 这些管路的话也都必须拆除 因为我们已经把气囊的这个结构 换成是弹簧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左后边好了 左后边已经装好了 驾驶座这一边 后面的话 这台车不论是前面 或者是后面 它的悬吊系统呢 都是双A的悬吊系统 所以它的操控也好 整体的舒适度也好 双A算是目前了 在车子底盘里面 应该已经算是最顶尖的一个 底盘悬吊设计了 它的后面边境非常长 所以很多人会问说 那改装弹簧式的之后 那会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车友们诟病的 它的舒适度好不好 那舒适度好不好 跟一个东西很重要 它的弹簧的配置 弹簧呢 如果我们用18公分 180mm 那相对的 它的行程限制住 这么长的长度里面 就一定会不好做 有的用200mm 那KT的话 像后面是用到220mm 所以它的整体舒适度的话 就会比较好一些 很多车友会类似 这样的询问的问题 那我们再回归 假设不是S系列的 我们是假设是 B&W 165 或者是F01 那它很多的避震器呢 悬吊系统也是双A 它一样是用弹簧 它一样有办法做出 应该要有的舒适度 大型方色 最应该要有的舒适度 所以KT改了这样的悬吊系统之后 它的舒适度的话 都还是有办法兼备的 那这个是后面的悬吊系统 这个是双A 后面的车高调整 对了 KT的话呢 像这样的悬吊系统 不只能够调整软硬 还能够调整高低 所以如果有想要稳定一点点 也能够把车高呢 稍微微幅的降低 那今天车主的需求呢 是没有要降低车高 就维持原厂大概 30半到40幅左右的车高 因为我们背景声音会比较少 因为还陆续在施工当中 那它的后面弹簧 刚刚提到的 就是220厂10公斤 它的避震器相当的长 所以弹簧已经藏在 那个内规板的内侧了 那这个是它的后面避震器 侧高的调整呢 是靠这两个托板以下的 这个蓝色的角座 我们把角座往下延伸的话 它的长度变长 侧高就变高 所以这一台最高呢 能够跟原厂一样高 甚至比原厂再高一点点 最低的话呢 大概可以做到海拉风的程度 轮胎到叶子板切齐都不成问题 那它后面的一个水平高地的感应器呢 是坐在后手的下方 这个现在镜头可能带不到 那我们先来介绍 它的后面的阻尼软硬调整的话 是在镜头到这边 你从这里爬上来 我进来 这个是SW220 能可以吗 W220呢 它的后面避震器 它的拆装方式呢 是在这里 这个试盖啊 我们把它掀开之后 就能看得到它上座有三颗螺丝 所以把上座的三颗螺丝拆除之后呢 就能够把避震器卸下来 那如果要调整软硬的时候 也是从这个地方 把它掀开之后 从这里就能够调整住你的软硬的 这个是后面的车膏 还有软硬呢 能调整的方式 这是米色的内装 很怕把客人的车弄脏 所以要小心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还有另外第二点就是 那车膏降低之后 它的 它的 故障码要怎么消除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右前 因为最主要呢 它的 拆装 气囊的打气棒的插头要把数呢 就是在右前的叶子板里面 所以影片当中如果有相关的改装店 或者是技师 甚至我们这一套的系统 卖到国外 比卖到国内多很多 所以像这样的系统呢 来 第一个这里有右前的叶子板里面 内规板里面呢 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就是打气的气棒 那打气的气棒呢 会有两个插头 插头的话 直接把它拔除 我们把插头直接拔除 固定在其他地方 不要让它晃动 造成异音 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是气棒 这里有两个插头 需要做拔除 这个插头 它一样有分不同规格 所以也不会去拔错了 就这个把它拔除就可以了 另外第二点的车高部分的调整 这个就是最安装上最重要的秘诀 就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高度感应 这个有一个高度感应 在避震器的左边跟右边 都是在这个地方呢 都有一个高度感应 那要骗原厂的讯号 因为这个它原厂的并没有 并没有像是原厂有一个弹簧式的避震器 可以进去ECU里面 把它编成 编成是弹簧式的 它一律W20一律都是气压式的 所以不太有办法靠编程的方式 去把它编成成弹簧式的避震器 所以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呢 就是靠这个高度感应仪呢 我们来欺骗它原厂的讯号 假设它现在的车高呢 是在原厂正常的位置 它就不会亮故障嘛了 至于怎么骗除的话呢 因为这台车不好举例 这台车它想要跟原厂一样的车高 所以很简单 我们把长度调长之后 它就不会显示故障嘛 那如果我们之前的影片当中 应该有介绍 有的车友是要降到两指幅 那就需要骗讯号了 那今天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 前面的悬吊系统 前面一样是双A的悬吊系统 所以它的前面的弹簧配置呢 我们弹簧配置也比一般的 夜面还要来的长一点点 它是配置了200长14公斤 这是200长14公斤 那它后面的 它下方的角座呢 就是这台车 跟W21呢 都是一个专用的规格 都是给这台车呢 给专车专用的规格 用料好了 用料的话呢 这个就是KTE 比较细性的地方 像是主拟友的部分 我们一律都还是使用一整桶 从意大利的原装进口的 IP的主拟友 那IP的主拟友 它还还蛮屌的地方是 它是给意大利的一个重机 知名的重机品牌 Aproilia 它的它的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都是用IP的主拟友 所以它的它不是授权 因为很多的大型的油品 都是授权来台湾 比如说在台中的五七港也有 或者是在新竹的湖口也有 都很大型的 是大型品牌呢 授权给台湾在做混装的分装厂 但是我们用的油品不是 是直接从意大利一整桶进口 虽然它的价格 比一般的国产的油品 或者是混装的油品 大概贵了两倍左右 但是它的品质相当的好 所以我们还是使用 坚持使用那个意大利IP的主拟友 像油风的话呢 这个是欧系车 所以一般的欧系的车主呢 比较不知道油风 有一个日本最知名的品牌 叫做NOK 像是如果常常开欧系 日系车的话 就可以知道 譬如说Tin的品牌也好 或者是其他知名的 日系的避震器的品牌也好 就可以像是Tin Tin的话呢 它所使用的油风呢 就是使用日本最知名的NOK油风 那KT的话 一样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风 所以在稳定度也好 或者是耐久度也好 都有一定一定的水平 那像是KT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个制造的工厂 我们大概KT的品牌 只有占我们出货率量的 大概四成左右 大概有六成左右 都还是以OEM为主 所以我们代工的品牌 一共有超过 最少有20个品牌以上 所以我们不论是代工也好 或者是自己是工厂也好 大概在制造这样的 专业上都有一定的水平 那所以如果用了大概五年 六年八年之后呢 觉得BNG有裂化了 需要做整理的话 那都不用担心 因为KT本身 都有办法做这样 售后的服务 要做重新的review也好 或者是我们任何一个零件坏掉 需要做维修也好 都不成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座电话 这台车呢 一般日系车 我们施工的时间很短 日系车的话 大概最快的 有大概到30分钟 甚至45分钟 一台车就完成 但是W20没有办法 W20最少也得要 4到6个小时 它施工比较冗长的原因 是因为 第一个要把它弃压 这些都要拆除 第二个 它双A的悬吊 在拆装的时候 会比较耗时一点 所以它的施工时间 大概最少要抓个 6个小时左右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前面的阻尼调整部分好了 来 你绕到这边来 它的前面的上座 还蛮好调整的 这个是S350的 上一台开直播 应该是S320吧 这个是S350 S350的话 它的上座 都是在引擎室打开里面 就能调整得到了 比后面还要简单多了 我们把引擎室打开之后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KT的LOGO 从这个LOGO呢 就能调整到它的阻尼 硬跟硬 这里有一个H H就是HARD 我们往顺时针的话 顺时针它就变硬 逆时针的话就是变软 调整的有一个秘诀 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 前后的话可以做落差没关系 譬如说前面的话我要调二十段 那左边跟右边就要调二十段 后面的话我觉得要舒适一点 我只要调十段就好了 那可以前面跟后面可以有十段 甚至是更多的落差都没关系 但最主要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的 这样就可以了 师傅已经安装好了 这样子 这台车我们是昨天晚上客人就留车了 所以今天大概现在十点多 就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 而且这台车我们不用上上下下 做微幅的调整 因为安装的data数据还蛮多的 客人要骑尺幅 我们就长短调好 就直接直上了 就好像装原厂的便称器一样 所以施工时间会比一般的其他车款 因为很谢谢 当然这个是车友的贡献度 车友很捧场 所以我们安装的实力多 拆装的熟悉度就快了 OK 以上是今天W220的安装直播分享 那这台车拆装上 还有避震器的结构上 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如果W220的车友 你有相关的问题 请不用客气 你视讯给我的话 我的讯息会比较多 可能会有漏讯状况 会比较不好意思 请大家可以到Facebook里面 搜寻KT瑞幸的粉丝团里面 就可以视讯我们的小编 那小编的话 有比较多的同事会为大家服务 回复的讯息 会比较快速一点点 那也很欢迎 车友很欢迎来 KT来做试程 这台车在头份也有试程车 在台中也有 所以都很欢迎大家来做试程 觉得产品有满意 再考虑就可以了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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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